給收集好受到疫情的影響 收集是不穩定 有的人的生活是經過困難 環海主産會發起 困擾愛心不足心的活動 總共目標160心 在整車傳立中 或是一心的民眾 和做三後就鎖在家裡 今年我們台灣的健康嚴重 所以它特別要求我們環海主産會 所有的匯圓 大家來募資 來籌措我們這裡的愛心鄉 我們這次總共抽出160箱的愛心鄉 裡面有米、有泡米、也有罐頭、也有油 今天也感謝我們傳立 我們的傳立長以及社區理事長 輪流來拿這些愛心鄉回本 因為這個有很多關係 所以我們分流也不能太多人 所以一傳立一傳立慢慢來拿 要本的人我們特別送他一個護目鏡 希望他本身也能照顧到自己的平安 環海主産會理事長陳怡岳表示 他知道有這麼多本來生活 比較困惑的民眾 民眾對疫情經過的期間 收入是經過不穩定 所以號碰社會審心民宿 整會來做講演 我們剛才的傳人的愛心 感謝他們 這次疫情這麼嚴峻 感謝這些善心人士 可以贊助這麼多的物資 給比較低收入户的村民 在此我謝謝這次赦亡機構 來聽錯會民眾,貢獲最認 Pale米,有托米 管道燈民心的幕式 刚好是冰箱时的生活所需要的 真是真是感谢社会的爱心 既然欢迎各位观看 蔡英博德